丈母娘出车祸意外去世 女婿直接跑路拒绝料理后事 妻子感觉天斗她了 也为她和父亲恳求丈夫帮忙 可却被拒绝 弟弟还小还在上学 这样的男人 这样的婚姻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先看看嘉宾老师的一段话 你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 知道据你妻子的母亲 离开这个人世多少天吗 你在这个时候 你把她待到这里 说谁是谁非 谁对谁错 你是男人 我换成我 早就和你离婚了 家宾老师怒斥男子不是个男人 你觉得他配做个男人吗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故事的男主人 龚胡先生来自江苏 今年36岁目前 还在创业中 女主人公代女士 今年28岁 同样来自江苏 她是一名教士 两人结婚领证 已经一年时间了 在这之前 谈感情也有一年半时间 却没有发现 胡先生是这样的一个 也为当初女生 看重男生的 就是有责任心 成熟稳重 但两人发现 结婚后一切 都跟自己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接着赵川 迫不及待的问到两人 两人结婚一年 还没有孩子 丈夫一直在创业的路上 十多年了 可能刚开始做那些年 比打工强一点点 可最近一年 事业发展的 不是很顺利 导致非但没有盈利 还把本钱 也搭进去不少 家庭出现经济危机 妻子的意思 是让丈夫 能够找份工作 先干着 要不然家庭的收入 都靠带女士 一个人支撑 但胡先生 始终放不下面子 不愿去个给别人打工 两人这件事 还没有沟通好 结果却发生了 丈母娘车祸去世的事情 把赵川主持人 和观众嘉宾 都整得不淡定了 春节的时候 大概是2月14吧 大年29 那天呢 本来是高兴近的 我等我父母过来 回家过年 但是呢 早上突然接到电话 然后我爸爸说 你赶紧买票 买最快的车过来 他问你再不来就晚了 就可能再见 不到你母亲了 当时我挂了电话 后我就觉得他哭 然后我们别人也赶回家 然后我希望他能出面 去帮忙处理家庭的琐事 但是他觉得 在那地方不合适 他初二早上就走了 不是你母亲到底怎么了 这是个什么事 需要他帮什么忙 怎么 我母亲在外里 和我爸爸准备坐车 回家过年的 在途中遇到交通事故 当场就死亡了 提到这样的伤心事 赵川感觉过意不去 连忙向带女士道歉 丈夫此时此刻 还假装递过去了纸巾 可待女士说出了 当时丈夫的做法后 让全场都惊掉了下半 他要提出要回家 当时我父亲就给他上样了 说你能不能 就是跟我们一起 回老家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当时我父亲的心情是最脆弱的 我弟弟呢 他在上学还是小 就希望他这个女婿 能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 但是他当时就拒绝了我爸爸 就说什么 我不好出面 而且 我现在的经历压力也很大的 怎么怎么样 就感觉就是以前 没借口 就不愿去承担那个责任 就自己回家了 老丈人希望女婿 能陪着自己和女儿 一起回到老家去料理后事 本以为正常的女婿 肯定义不容辞 没想到遇到一只白眼狼女婿 非但拒绝了老丈人的请求 并且过了一天回家去了 此时的嘉宾老师恨得牙痒痒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男人 自己的丈母娘出事了 竟然不管不顾 连陪伴妻子都不愿意 而此时男子在台上狡辩的嘴脸 竟然是就算小舅子还在读书 但是妻子家里也有其他的长辈啊 怎么也轮不到他来主持大局 更过分的是说到自己当时经济不好 资金周转不开 还面临春节期间 要给那边的亲朋好友小孩的红包 这些小事在丈母娘这件大事上 显得是那么的苍凉无力 这样借口又有谁会相信 会轻易的原谅呢 虽然他们家发生弄障的事 但是你说面对 第一次面对这么的亲人 还有那小孩 说实话什么红包啊 我真的 我自己 其实我是考虑的比较全面一些 而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男子在考虑面子问题 他没有分清楚主子 丈母娘的丧礼才是大事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尽力就好 没有人会因为所谓的红包责怪的 他没去是吧 没有 我从这个 大年这个初二的 初二上午 我回去了 爸爸会对他有意见吗 会有一点 他总觉得他这个 做法不合适 不太称职 缺点 缺点人情味 是吧 两人因为这件事产生了不和 还经常争吵老丈人 也对这个女婿心寒 有了一些看法 那这件事情 很明显男生处理的不好 女生也对他有很大的意见 而两人来的目的 男生就希望女方能够原谅他 女生希望男生 以后遇到问题可以尊重他 可想而知 女生没有想过和男生离婚 接着女方还说到这件事情之后 老丈人来到女婿家的一幕 也为在丈母娘这件事情上 男生说他没资格管 所以就拒绝了料理后事 可当老丈人来到家里 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情 吃饭的时候 还把上位给做了 正常的晚辈不应该都让上一辈的人先坐 可男生却没有丝毫的客气或者说礼仪 今天他因为做位的事情 我只是很不高兴 但是我没有给他发火 我只是出门的时候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今天可能做错一件事情 你回去自己想一想 后来第二天的时候 他还继续直接坐在那个主位上 我就当初就过去给他说了 我说你这个位置不是你坐的 你应该往外坐 从礼价上都不对 但是他当时就是不高兴 生气跑上坐去了 你说他这种表现情况 我父亲肯定看在眼里 除了位子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从男生的种种行为表示 虽然他36岁了 但是自私自利小心眼眉家教 更没有对女方家里的尊重之心 这样的男人能值得托付一生吗 赵川也拿这段情感纠葛 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个难题 交给了嘉宾老师来解决 首先点评的是沙娜老师 这一上场 我看很有风度 偏偏君子 我知道你肯定是一个 在生活当中应该很有理有面的一个人 为什么我们大家会觉得 我觉得可能所有在场的观众朋友 和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 你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就是你缺少了一点人情味 多了一些自私的成分 一个风度偏偏仪表堂堂的男人 外表原谅是可以骗人的 他的内心太过双标 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 和对自己不站立的情况下 完全是两种说字 这种人像极了俗语中的小人 只要对自己有利 他就怎么说怎么做 可以一个连自己的丈母娘发生如此大的事故 他竟然能够心安理得的毫不关心的离开 这样的男人配做一个男人吗 沙娜老师还举了一个例子 他的发小老爸突发心梗去世 而刚刚好也是刚结婚不久 而他的丈夫却寸步不离地陪着妻子 虽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主持 但人家白天晚上都没有睡觉 只是打打电话招呼一下亲属 一直握着妻子的手 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 因为他知道他是妻子的主心骨 所以说有钱没钱人家不会怪你 只要你尽心尽力就好 沙娜老师讲得感人肺腑 希望男生能够引以为戒 接下来曲为老师犀利的点评 曲为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了男生的问题 本来妻子对丈夫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但因为这件事之后 妻子的态度一落千丈 男生来到节目组很重要的动机 就是来挽回自己 在妻子心目中的形象 但现在妻子的内心肯定是失望和不满 因为男子干出的事情就不是人干的事 所以女孩要想清楚 还要不要跟这样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 继续过下去 因为这件事之后 可能还有很多意外的发生 到那时候男生是不是会有所改变呢 接着点评的是沙品红老师 你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 知道距离妻子的母亲离开这个人世多少天呢 你在这个时候 你把她待到这里 说谁是谁非 谁对谁错 你是男人 我换成我 早就和你离婚了 那男人我怎么过得下去 你苦恼 你有什么资格苦恼 你连当家庭出现这么重大危机的时候 都不能挺身而出 你的企业能做成什么样子 你能创业成功吗 严品红怒是男生不配做个男人 简直大快人心 究竟一个什么样男人 会因为所谓的面子 而大言不惭地说出拒绝料理 丈母娘后世的混账话 只有自私自利 心里只有自己 唯利是图的小人内心 才会有这种龌龊的想法 这是多么的狡猾 多么的薄情寡义啊 其实男生作为女婿 作为丈夫 那时候最应该说的就是 陪在妻子和老丈人身边 哪怕仅仅只是端个茶滴个水 只要说一句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好您的女儿 我和女儿也会好好照顾老丈人 这句话足以安慰他们悲伤的内心 而眼前这个男人 经不起重大事情的考验 人性使然女孩要想清楚 以后该何举何从 最后是图蕾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过于在乎自己的自尊 其深层此的原因 是自己内心自卑 而自卑 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状态 又是过于的自负 你就是这个状态 子之间的很多关系 恰恰是在人生的重大时刻 开始发生难边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钱有有钱的做法 没钱有没钱的做法 办到哪里是哪里 图蕾老师怒斥男生没本事 还害怕承担责任 这是自私自利还自负的体现 本身就没能力 还想着红包的事情 给自己争面子 丈母娘那个才是大事 却去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男生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 难怪会成为事业上的绊脚石 难怪到现在创业也没有成功 不能承担责任 却唯利是图的人 或许能赚一点小钱 但一如既往这样下去 连家庭都不敢承担的男人 何谈去创业成功呢 而图蕾老师也指出了男生对女方的态度 图蕾老师非常担忧这段婚姻的未来 也为这样一个不尊重不看重自己妻子的男人 怎么可能在未来有多么的心疼宠爱自己的妻子 如果将来男生的生意依旧不顺 而女方还是不能独立出来 那这样的家庭矛盾会愈演愈烈 直到爆发那一刻 最后图蕾老师说给了天下女婿的一句话 创业成功或不成功 一个女婿有些活动没钱 没有关系 把自己踏踏实实的放在一个晚辈的位置上 办到哪里是哪里 只要尽心就够 而一个妻子也是一样的 靠男人是没有错的 但这个靠是情感上的依赖 而不是生活当中 一些精细和物质上的靠谱 图蕾不看好这段婚姻 那他们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 最后两人都走出了舞台大门 男生表示自己会努力改过自新 女孩也愿意给丈夫多一次的机会 不管怎么样 祝他们幸福吧 自己的选择苦果也只有自己承担 屏幕前的你对于男生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看法和见解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